黑男子看起来怒气冲冲 人行道上一个大步向前 随后竟然从包里掏出一把手枪 两位朋友见状上前不断安抚 但男子怒火还是压不下来 手里的枪不断挥舞 一旁还有来往逛街的民众 和载客的计程车 看到这画面都傻眼 立刻报警处理 事发就在人来人往的西门町上圈 这名掏枪的流戏男子 这边和朋友约好 到中华路上的KTV唱歌 朋友先到场 结果自己却迟到了 没想到他竟然就恼羞成怒 持枪在KTV外不断叫嚣 他来唱歌看到这样会觉得很恐怖啊 害怕当然是一定会 因为他的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也不知道啊 仅仅因为唱歌迟到 就在热闹商圈亮枪 吓坏经过民众 警方到场扣下他手中的玩具枪 及包里的21发橡胶子弹 全案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记者杨中生 范雅桥台北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